哈喽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ending Malaysia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in Button 参加会员就有机会了 Kending Malaysia 他的母公司Kending 就 突破了这个200年均线 而Kending Malaysia呢 到现在才是没有机会突破 所以就有人会开始问了 我这个股之前有分析过的 我那时候才是一样 就是说要突破这个200天均线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现在200天均线是2.805 突破的话最少要2.81 就去等吧 等他突破2.81的时候 就可以 进场了 那时候机会比较高 当然如果你是近的 就说你是一个 左侧的交易者 突破这个POC 2.76元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进场的 但是这个风险呢 就比较高 就比这个200天均线更高 因为他可能这边又跌下来了 要安全的话呢 我才是建议呢 2.81 突破的时候 再考虑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